上面的人是舊尊 上面的人是心尊 以前高屏西叫做淡水溪 其實本來就是叫淡水溪而已 為了要跟上面那個有氣氛才叫下淡水溪 就好像我們鳳山 鳳山以前就叫皮頭戒 皮頭戒 然後走營那個叫皮仔頭 皮仔頭戒 它是鼻子頭戒 你給幾隻啊 兩個都很接近嘛 所以我們就 在南下就比較衰了 這叫一個下皮頭戒 在南邊的叫這個北上南下 所以在南邊的就比較吃虧 就要加一個下 跟上面的那個區北 我們恐龍那種魚很像 這長魚 這... 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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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新的啦 新的 新的 很難得 以前很久的 這新做的 是西七人 謝謝 謝謝 有 有 說給你看 這種 有一個 這位就要看 你看這個大鼻 大鼻是怎麼樣 陳青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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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有牆嘛,這有牆嘛 不牆,這牆不牆嘛 所以要... 再把這個... 就因為這個... 就像是大 然後再... 就從北南到東 那... 那... 就... 那... 那... 是... 這是... 那... 這是有新的地圖 這有新的地圖 因為高興的隆典城 他發尺的範圍很大 包括... 林彥,林彥,大樓都是 那...其實林彥,大樓是日治時代才有的 日本時代比較起大樓盡跟林彥順的 那... 这里是曹宫的连表 你看看这就写了 17186年 1786年他出生了 就是临首次变那一年 是乾隆五十一年 乾隆五十一年 那 那到了 曹宫 183 1836年 1836年他还在胡建宁建 兼胡桌的海盘通知 那时候台湾湖 台南 100亿里大汗 基民沦为盗贼 1836年的时候 台湾的整个汗灾 南部的地方 就很惨 所以在1837年 农历了真业 他才历任孟塞县的直线 那他是真业历任 但是他光是交通就要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他是农历十二页 农历十二页就从乾州湖 坐船来到 这个鹿港小镇 这样 坐湖車 因为他不会 他中间还有停留 他在猪楼线 他就停留下来 跟那边做一个交流 那到了台湾 就跟 这个熊一本 再做交流 中间这个停留 几天 这样子 那 1841年 就到淡水厅了 当同事 1842年 中英战争 中英战争 他打败英国 张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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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花先 谢斗 张浅 曹宫 来做摆平 这样合适 然后这边看到的 这个就是 高平溪那里的 大树九七堂 早期的作法 早期那个要 饮水也是很辛苦的 你必须 这个做一些 这个执照 研堤 那你做研堤 这个研堤都很简动 所以台风来 就会吹坏了 他吹坏了 这个台风过了 再重做 周五五十每年都要这样做 真的很辛苦 这一个是曹宫做的 曹宫尊 这是旧尊 从这个吴孔寺的水门 现在还在 1837年那时候做的这个还在 这个要走下去才看得到 我们是上面在那里 看到这里的话 都要往下走才看得到 不然他有做一些牌子 这些牌子 紀念碑的牌子 这个就是现在的 这就是现在的 这个红色的这一栋 其实 我们每天 如果你去高平大脚都会经过 当你从屏东 回到凤山的时候 屏东往凤山的方向 开车 在高平西上 高平大脚的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红色 很明显 在右边 他这个离高平大脚很近 看起来好像掉下场 这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旁边的自然水场用的 这个是沉沙子 这个都是在 九七堂那里的 这些都是九七堂那里的 一个设备 那我们刚才有讲过了 他分两条 一个是排水溝 一个排水溝 一个是曹公寸 现在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处理的 这个也是在九七堂里面的 他的一个 九七堂的工作站里面 有一个曹公寸的紀念碑 这个是 刚做好没多久的 这个是 高雄市的神器活献的计划 是金花籍 金花籍 这个花包的 也是跟中央申请经费 由金花籍处理 凤山七公所配合 这个是 可以 可以导览的 可以导览 这我还没有操作过 那就是他主要目的的话就是要把 凤山的特色产业 凤山特色产业 把它发生效果 让凤山的产业能够一些 更多的发达 所以 让我们可以 用手操作了解凤山 我们可以按照顾 专属扮业 专属扮业 就有凤山临 他 功领太上 凤山临 领算格是不是 对 太大 我們希望生命要不起來 很多啊 很多人嘛 有經過的時候再跟你們介紹 很多啊 我們兩間因為我一間 K1一間都沒人 不好吃過 那一間一間就沒人 對啊 那一間就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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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才剛好 我們這個朝廣的 治工 好